这一次的台北花博总统有14个厂馆 有的是新建的 有的是旧的改的 其中最有创意的一个是林安泰古厕 林安泰古厕是1783年 当时邦嘎了一个富商在四维路所新建的古迹 后来被移到了现在花博的新生公园区 这一次他们留下了林安泰的古厕这个古迹 可是在他的外围地区建立了一个闽南式的 非常漂亮的庭园 建筑的建筑师就是台湾非常著名的研究古建筑的教授 徐一剑教授由他来规划所有的闽南式的庭园 而这个也称为有一个很漂亮的名称叫做花茶店 到时候所有的花博的国际贵宾抵达台湾 在开幕一室之前 他们将第一站就来到了这个林安泰古厕外面的 闽南式花园的花茶店 并且眼看台湾最著名的国际品牌 下次在这里演出的fashion show 还有茶茶茶艳 红砖红瓦 翘脊 马背 林安泰古厕标准 闽南式建筑 大户人家的气派辉宏 时光地扇 风霜刻画 淘洗出旧时光的美感 更加淬炼出文化的质地 水煮板上 喜鹊栩栩栩如生 随时正吃可飞 龙心插脚 繁复错综 莲花吊筒 饱满华美 映照着自然的天光云影 不由得不让人停息 放缓 1783年蒙甲富商临回 聘请近300位工匠 修筑这座四合院 原旨在台北市四围路 民国76年签建县制 新生公园 原本的两进四厢建筑 缩小成三分之一 现在花博会让古厕有了今生 敏市庭园 总是曾华 以硕大了甲山 幽深的曲技 秀美的楼阁 成就林安泰花茶殿 它中间的位置是一个横缓的平原 可以聚气的 旁边左边青龙 右边白虎的 那个微微隆起的小沙丘 包覆了中间这个平坦的平原 以及一个聚气的一个半月水池 由于这个环抱的理想的形式 会使得中间隐隐约约 能够承载住 在地里面 金木水糊涂五种气 循环在里面聚合的一个感觉 从空中鸟看 在古厕周边新建亭园 以及亭台楼阁 以长廊连贯 并服以风水暗山 护沙和名堂 再现古建筑风水地理的 象征空间格局 进入大门往右走 花茶殿入口 一个瓶壮的洞门 取平安之意 沿路而行 白墙上有造型优雅 寓意吉祥的洞窗 蝴蝶取帽蝶高寿之意 蝙蝠则求其福寿绵延 寿桃或是红柿同样意在言外 一面而来 曲折的老姑石院 满地瘦透漏齐的怪石 不禁令人溢起了苏州园林的太湖石 用老姑石来堆塑成 传统庭园的所在多有 包含板桥林家花园 早期的台南的龟园 全部是这种形式 是从清朝就开始 在台湾 所以这个就是 可以说我们有老姑石 不同于太湖石 可是我们是相同的一个 造圆的一个理念 远处呢 有三个凉亭 步步高深 最上面那个叫做腰月亭 那么腰月亭 它其实下面是一个甲山步步 其用意在于何处呢 就是把最高的甲山 最高的亭子 坐在亭院的最边缘 同时它可以遮蔽住 外面的高架路 那么就是叫做藏井 第二个 步步从高处留下 它的水声呢 可以平衡一下车的声音 那么这个水声 就会形成我们院子里面的 一个主要的一个背景音乐了 天籁 建筑是以生态手法 点画出一座音乐大池 突破传统格局 融入在地风土 莲花欣然绽放 台湾山林掩地 常见的姑婆玉 同样绿意昂然 林安太古说 它是一个儒家思想的 很重视秩序的 理智空间 那么其实中国人 有另外一种空间 跟它配套的 才会形成一个整套的文人空间 就是道家的庭园 道家庭园 它真的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跟自然学习 邀请自然力量进来 像我们现在在这个 这个亭子里面 四面的风就吹过来 然后莲花涌现 然后这个里面的 蟲鸣鸟叫 风吹这个柳树柏 等等 遥清风明月之余 尚可登高望远 融会闽南建筑精华 台湾能功巧匠进出 眼前这座精致的雨前楼 翩翩出落 四方一脚起窍 姿态昂扬 大有一飞冲天之势 步上楼台 视野开阔 不仅圆区 远方的101也收尽眼底 前看风景 尽可仔细品味木料做工 传统阶笋 精雕细琢 全以林安泰古厕为参照标杆 顺着动线来到古厕后方 眼光自然而然 跟随视线流准 一道道不停起伏涌动的云墙 光这名字 就美得不可方物 要用把墙 模拟天上的云 那空间就可以流动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利用那些云墙来做什么 花中厕 就是那都是厕所 利用云墙 跟在厕所里面有非常多的桂花 兰花 形成兰桂飘香的一个厕所 那么这个东西就是完全可以 吻合到说 庭园 厕所 跟这个自然的云墙 之间形成了一个对话 沿着云墙 连接到另一边的云水廊 里面会植满台湾盛产的兰花 至于前方的庭园 相对于映月大池 巧妙地以台式枯山水印鶴 尺底是河床常见的鵝卵石 上面横跟着原住民传统记忆 鞭搭起的竹桥 庭园里随意游走 一抬头 总会遭遇眼前 层暖别障的这座大山 临安太古厕就址前方有一座蝉厨山 建筑是现在重现当年的风水格局 再看它的泥塑记忆 山水花的村坊在这里大笔挥洒 里面峰回路转 柳暗花明 少见的假山迷宫更是又一个至高观景台 沉睡多年的宅底 终将因花博苏醒 第一个进驻欧洲的台湾时尚品牌夏姿 将在这里以100位模特儿亮相 2011年春夏新装 饗宴数十国贵宾 以国际性的手笔和气势 盛大宣告台北花博的绽放 以及临安太古厕的再生